这两天搬家可谓是错过了不少好消息 这边是CES上的新品和测试 那C2 RTX 4070Ti的正式上市 这4070想必也是不远了吧 诶 还真就有消息 目前NV正在准备开始亮成两款全新阉割版的AD104GPU 也就是和4070Ti同一系列的核心 分别是AD104-250和AD104-251 你看这起的倒霉型号 那具体这些卡核实上市 大概什么规格 还是3G强来编 呃 分析一下吧 根据WC SafeTech最新编的内容 E味达好像貌似应该或许大概可能正在为即将推出的 全新RTX40系中面端显卡生产SKO 且都是基于AD104核心仅严格的 也就是说 这些型号正好是4070Ti下面两极 但二者的差距非常之小 不太可能是4070和4060Ti 再加上此前99档Kimi表示 4060Ti用的是AD106的GPU 所以这两块新卡更像是4070的两个不同显存版本 就如法保置4080嘛 这刀法比卖切割转的还多 还得是你欢歌 一个大显存版本 一个小显存版本 到时候又改名4060Ti是吧 概念Videcast和WC Safetec的描述 两款GPU型号分别为AD104-250和AD104-251 而用于RTX4070Ti的则是AD104-400A1 电路版这个250和251分别使用的是PG141SKU343PCB和PG141SKU345PCB 4070Ti则是PG141SKU331 这也就意味着非工厂商没必要再重新设计新芯片的显卡模具了 目前NV提供给合作伙伴的新SKU如下 不过这些外媒给到的参数和猜测都仅供参考啊 具体还是要等待官方的消息 目前这两款GPU描述的都是200W的TGB 发射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这一数据肯定是要修改调整的 还是仅供参考 请大家理性看待 之前救救党KIMI泄露的4070 其拥有5888个核心 显存也是保持了主频为21Gbps的12GbGDDR6X显存 额定功耗在250W 而它描绘的4060Ti则是基于AD106核心打造 拥有4352个扩大核心 不过千万千万要注意啊 现在的NV经常和董事会以及合作伙伴 故意说错误的参数规格 然后后面再偷偷修改 所以真的不是打压编的不准 是老黄玩的太花 推乐了就当 至于发射时间 Videocast的消息来源称 这AD104-250预计会在2月2日投入量产 而AD104-251预计3月2日投入生产 将会于今年第二或者是第三季度上市 最合适的宣发窗口 将会是5月底6月初举行的 Computex2023台北国际电脑展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最后说一下NV又在整的新活 外媒CAP Frame X报道了最新的谣言 谣言啊 它说NVDA正在开发AI优化驱动程序 可能会在今年第一季度推出 号称是性能提升最高达30% 平均提升10% 支持哪一代上不清楚 估计大部分的RTX显卡都应该可以 主要优化目标也无非就是指令 吞吐量 硬件利用率 线程 设置等等 目前MD也正在研究一个非常相似的功能 他们最近还宣布了Hyper RX技术 其中还包括Radeon Super Resolution 希望这AI真的有用吧 别只能唱歌歌啥的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 更快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小提克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 再见